同行送修的一台6s 那么本来最开始是修wifi 然后修了之后 没有指纹 然后再修就没有触摸了 那么修到最后了 它这个故障为扣上前置摄像头 那么就不触摸了 那我们抠掉前置排线 来看 ok 触摸功能就正常了啊 就可以正常的触摸了 那么这个手机 咱们要拿下主板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显微镜下面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手机这个状态 哇 该短接的啊 全部短接了 同行说啊 这个手机已经修了两天了 已经修懵逼了 不知道该搞哪里了 该短接的都短接了 该搞的都搞了 那然后我们对这个主板观察之后参照啊 图纸发现这里有一个电阻啊 一个0.00k的一个电阻 那也是采用短接的形式啊 把它短接上的 那么我们在图纸中 来看一下啊 这是一条前置 距离感应 然后的一个触摸接收信号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这里本来是一个不触料 那么也不需要去短接的 它给它短接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电阻它的另一端啊 它的另一端 是通一个触摸的LC总线 所以说为什么扣上前置 会引起这个手机不触摸 来我们图纸中点亮这个电阻的另一端 啊 LC总线踏起 所以一切都是细节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短接的地方给它断开之后 再次开机测试啊 触摸正常啊 抓上前置 触摸也正常了 这就是一个总线的干扰引起的啊 所以说细节很重要啊